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科考队员在7月底开始是陆续的入驻了北极黄河站 那么这也是2020年以来黄河站首次恢复正常的夏季科考队次 我们凤凰卫视发起的北极行动也派出了采访组走访黄河站 还有其所在的小镇新奥勒松 来看记者郑军之发回的报道 逼近北纬79度的新奥勒松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上 是北极地区拥有科考站最多的小镇 这里的人口随季节变化上下浮动 冬天约30人 夏天则超过130人 由于新奥勒松独特的科考属性 方圆20公里内所有无线电和蓝牙设备都需保持关闭 这里就是新奥勒松的一个主干道 那记者的左手前方这个灰色的玻璃形的这个建筑呢 就是新奥勒松的唯一的一家餐厅 那来自世界各地的科考人员都会去这一家餐厅去吃饭 但是由于它是有严格的门禁限制 所以我们是不能入内的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004年7月 中国在新奥勒松建立了首个北极科考站 黄河站 中国因此成为第八个在斯瓦尔巴群岛设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 在黄河站的门口 两头威猛的石狮子格外引人注目 黄河站的石狮子呢 是我们著名的中国南北极科考队员夏立明先生呢 从中国河北购买带到了这里来的 这里面有一些高精密的设备 所以说这些高精密的设备在研究高空物理的时候都必须是有无线电静默 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也是无线电静默的 据了解 今年将有41名科考队员陆续入驻黄河站 驻战期间 队员们将展开9个科研项目的现场调查活动 研究领域涉及陆海生态 空间物理 冰川变化监测等方向 凤凰卫视采访组 挪威斯瓦尔巴报道